到底是用必动词还是用助动词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必动词 必动词有三个分别是 am is are 而助动词呢也有三个分别是圆形 do 单三does 过去是did 那么到底是用必动词还是用助动词呢 看句子里边 没有动词的我们用必动词 有动词的我们用助动词 第一题 you a teacher 这里边没有动词 没有动词就用必动词 主语是you 那么必动词我们用are 第二题 the book in your bag 这里边没有动词我们用必动词 主语是the book 它是一个单数形式 必动词用is 第三题 you know her 里边有动词我们用助动词 那么主语是you 动词用圆形 do 第四题 you like swimming 有动词我们用助动词 主语是you 助动词用do 圆形 第五题 he polite 里边没有动词 没有动词 用必动词 主语是he he是第三人称单数 简称单三 那么是单数的话 我们必动词要用is 第六题 he opened what tv on sunday 有动词吗 有 动词是看电视 看 那么有动词我们用助动词 主语是he 是单三 助动词我们用does 第七题 lily often get up at eight o'clock 有动词吗 有 get up get 是一个动词 那么有动词我们用助动词 主语是lily lily是第三成单数 是单三 我们主动词用does 这七道题你都做罪了吗 点个小信心收藏起来吧